并且劳动教养是由公安机关给予的处罚 并不是由法院所认定的 所以劳动教养依然被认为是无罪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介绍过一些个跟酒驾 跟这个居留相关的这个问题 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来探讨这个劳动教养可以移民吗 劳动教养这个词啊 其实已经离我们现在2019年的年末 已经很远了 已经很远了 但是呢 这个词呢 曾经出现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劳教 劳改 这个词呢 会经常听到啊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劳动教养到底能不能够移民 好了 从这个定义上来说呢 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 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罚规定的刑罚 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 公安机关呢 务须经过法庭审讯定罪 即可对嫌疑人投入劳教场所 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 限制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 思想教育等措施 但是呢 这个劳动教养这个东西啊 2013年的12月28号啊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这个决议啊 已经废止了 已经废止了 所以呢 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呢 劳教之前确实是存在的啊 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2013年的12月28号之后呢 就不再存在劳动教养啊 就不再存在劳动教养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可以确定的是两件事 第一个 13年的12月28号之后 不存在劳动教养 第二一个 13年的这个12月28日之前 确实存在劳动教养 但这个呢 是一个行政处罚啊 行政处罚 或者说呢 就是跨越了法院啊 跨越了法院判决啊 是由公安机关呢 直接给予的一种处罚啊 直接给予的一种处罚 但是呢 我之前提到过很多遍啊 判断是否有罪的基本原则啊 判断是否有罪的基本原则 是以法院的判决 判断是否有罪的基本原则 是以法院的最终判决啊 最终判决为唯一依据啊 不管之前呢 是否受到过限制人身自由的啊 这种情况啊 只有法院的判决才会被认为有罪啊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 劳动教养之前确实存在 现在已经没有了 并且呢 劳动教养是由公安机关给予的处罚啊 并不是由法院所认定的啊 所以呢 劳动教养依然被认为是无罪啊 并且呢 你办移民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